让我们打开圣经约翰遗书第四章 大约在几年以前,我被邀请到新加坡的教会讲道 我在那一个晚上跪下祷告来祝福 而神主耶稣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不是来告诉我说他要来祝福这个聚位 他只有讲一句,爱是与主耶稣关系的关键 我有讲到非常多的题目讲祷告 最大的奥秘神奇是我的就是在会幕里面的祷告 那个里面就是父女那个奥秘的祷告,密室的祷告,这是我第二个本书 你有没有拿那一本书呢? 没有? 没有? 好,好,好 好,好,好 为什么您父女没有买这一本书呢,姊妹 不要在今天晚上吃 在这个聚位上面去赶紧抓住这一本书 是神爱的书信给姊妹 神怎样看姊妹 神怎样看姊妹 神的眼中那个同人姊妹 甚至在中文的翻译里面,会幕中的祷告,这个不理隐私的祷告是最畅销的书 就是我很简单的在台北的聚会里面介绍 在我预备要把书放下的时候 书全部已经卖完了 这是最参笑的书 祷告每一个人希望怎么样能够触摸到神 那天主耶稣告诉我 爱是与主美好关系的主要关键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 我从来没有听过以前人这样的讲过 很多人都讲如何祷告 怎样的祷告 怎样的触摸到神 为什么祷告没有被应约 祷告的规则是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回应 如何的等候神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 爱是主要的关键离主的关系 所以我告诉耶稣 我不知道任何这样方面的事情 请你教导 所以耶稣记得说你拿这个纸上的笔 我现在会告诉你 所以祂告诉我这些的经文 他在一些圣经的经文 所以祂讲到所有美好与主的关系 是爱是关键 让我们打开约翰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爱 我们若一次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祂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万全 神将祂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祂里面 祂也住在我们里面 父猜子做世人的救助 这是我们所看见的 却做见证的 反认耶稣为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祂里面 祂也住在神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祂 请看第十六节 这也是最后的部分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请你再看这个句子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 你自动就是住在神里面 你自动就是住在神里面 你住在爱里 你在神里面 神在你的里面 所以在这个底部里面呢 那就是爱 这就是主要的字句 让我们提到更前面在这个主题里 圣灵就来提醒我的头脑 什么理由神参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简单的他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呢 是不是简单的就是他要把我们从罪中得到拯救呢 甚至我就是看到神人被提到天上 甚至他看见那个罪呢 那个在天堂里面得到解决 那个人在犯罪以后 在那个有个大的一个集会 所以在这个天父 耶稣跟圣灵这样的一个开会 那个人 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在谈论他们的罪中 有千万亿的天使在那个门外等候 他们也看见那个罪要怎么样解决 所以最后的决定是这样 耶稣基督从父的怀中出来 他宣布 耶稣基督会到世界上来为人而死 立刻的天使们在呼吸 不是你主 所有天使都说 我要去 我要去 我要为你为他们死 所以有很多的人 他们愿意为这个安死 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们 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 约翰福音3章16节说 神爱世人 为什么理由耶稣来呢 简单的爱我们 让我告诉你 天使不能爱我们正如像神这样爱我们 这个关系是这样 父母亲 会爱他们自己的儿女好像爱他们自己一样 那个爱跟他对别人的孩子的爱是不同的 是不是我对了 那个爱的程度 你自己的儿女是你的血肉 其他的孩子你会爱 那个爱是不同的 神爱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他的血肉 以他的形象来造我们 所以爱 所以一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看看 约翰福音13章1节 圣经的经文这样说 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底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告诉你另外的经文 罗马书第8章 28节到30节 如果你读那个经文 你会看到另外的 你会看到另外的 谁能够与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呢 没有邪灵可以 没有任何的可以 没有魔鬼邪灵能够 没有这个罪 没有这个爱 被爱能够离开 没有任何的患烂 让你能够与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 什么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连接在一起 那是关系 因着爱 不管我们是如何的败坏 神爱我们 让我告诉你 任何的母亲 不管他们哪 孩子多么的败坏 他会爱他们 对不对 所有的母亲在这个聚会中 对不对 甚至你的孩子 败坏的像魔鬼一样 对你 对你好像是 甜美的天使一样 不管他那个孩子多么的邪恶败坏 过落 但是我们这个肉身的 我们呢 还会爱孩子 父亲就不 相同的爱 就会把这个孩子 赶走 妈妈就不愿 对 对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 因为我们写在本书 因为耶稣告诉我的 因为耶稣告诉我的 妈妈的心就像主的心 所以 神的心的爱 那个放在妈妈的心里 所以为什么 扶你姊妹在神里面是特别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 不要窃盖你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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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窃盖她 不要窃盖她 Amen 所以爱是关键 耶稣爱他们直到永远 让他们告诉你一件秘密 甚至你一直的退后,耶稣基督会不会停止爱你呢? 他不会停止,永远不会。 和西亚书就是非常的优美,描写到那些退后的基督人。 当然,那并不是说意思,你就会随便的退后。 甚至你是倒退的,他对你的爱还是一样的。 他会一直的爱你,直到你犯的不能赦免得住。 然后,他会转离他的退后。 他再不看你,他也不会再听你的祷告。 他永远不看过你。 因为当你犯了也不能赦免的罪, 没有赦免的空间。 你不能再回改。 甚至你想要悔改。 甚至他现在想要悔改。 在所有的机会给他悔改。 但是他拒绝所有的机会。 直到他被赶走。 直到那个地步。 耶稣基督我爱你,直到永远。 这是奇恶的。 甚至败坏、软弱、邪恶的神还是爱他。 这就是我们唯一不明白的。 神爱我们,甚至像我们这样败坏的我们。 你能够说你配得这样的爱吗? 你能够吗? 真的能够这样诚实地说你配得神的恩惠吗? 可以吗? 不可以! We don't deserve! 我们不值得、不配得了。 但是为什么神给我们呢? 为什么神为我们成就这个善功呢? 为什么神向我们显出祂的脸? 不是因为我们忍证我们的悔改、认罪、哭喊。 简单的是因为祂爱我们。 简单的是因为祂爱我们。 简单的就是因为祂爱我们。 那一个时刻你认罪、悔改、哭喊。 甚至你在这个祷告前说主啊你赦免我。 祂会站在你的旁边来拥抱你。 那就是神的爱。 这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在路加福音15章。 耶稣基督讲到那浪子悔改的故事。 当他悔改回家的时候, 祂想父亲做什么? 我告诉你。 你应该受到这样子。 你看你臭的像猪一样。 去洗澡先。 去洗澡先。 哦,祂住到那个外面的15天。 去买到巴黎, 把整个最好的香水都买来。 去洗澡先。 哦,我们来扒在你的身上15天的时间。 然后你就再来。 祂是不是这样呢? 祂就说,哦! 你看, day and night, 祂在等候。 站在门口在看祂。 今天我的孩子可能回来。 明天我的孩子可能回来。 明天我的孩子可能回来。 哦,门打开着。 哦,食物还是给他热的。 他今天晚上可能回来。 他明天可能回来。 日夜父亲在等候。 在同样的。 神的。 我的背双子会回来。 我的背双子会回来。 我后退那个女孩会回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礼物, 立备好,为他们保存在。 我告诉你们, 我们永远不能完全地明白神那种的圣爱真爱。 我们是非常坏坏的。 甚至魔鬼他要这个怜悯。 我们也不配得这个怜悯。 你知道为什么吗? 耶稣基督没有为魔鬼而死。 所以魔鬼没有经历到那个神的爱。 耶稣基督为我们。 我们尝尝那个爱。 我们尝尝那个爱。 Yet we rebel against him。 我们还是犯罪地道。 是不是? Yet we disobeyed him。 甚至我们还是不顺服他。 所以你看我们配得这个怜悯。 我们不配得这个怜悯。 我们不配得这个怜悯。 甚至神可以向魔鬼写出怜悯。 我们不配得这个怜悯。 我们不配得这个怜悯。 但是我们不配得这个怜悯。 我们不配得这个怜悯。 我们不配得这个怜悯。 让我们看《启示录》第2章第4节 在那里耶稣跟以福所的教会显现 他告诉他们说 我要责备你这事 就是你把起初的安心离去了 那是什么意思说 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呢 就像这样 当你当信主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爱 心里蛮有爱 你看着天上每一个人都想要巴不得跟他分享主耶稣 日月你都想研读圣经 所有的机会你都想参加 你甚至想到全国跑遍你参加所有的机会 我们总是想要为耶稣基督做什么 二天日这样的经过 渐渐的爱就减少了 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现在呢 以前是每一天 现在是一个礼拜都一起 我们就没有时间到 当我们说 神知道吗 我很忙 神知道 我不能奉献十分之一 因为我需要照顾我家里的利用 神知道 这就是这样我们的欺骗我们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欺骗自己 如果你不将十分之一奉献给主 你是偷窃的 你是小偷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八节说 如果你不把十分之一献到神的仓库里面 你是小偷 不要欺骗你自己的心里 是说神知道 那就是基督徒常倡喜爱 我们不能去镰 ourselves 我不能去考栋 非常累 我必须睡着 我必须去摄源 接个子 blij 我ate见 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可以如今我自己的圣经都没时间 什么发生 失去其初的孩子 到后来呢 会到教会都觉得故障 结束呢?末了呢? 你只是好像教会的客人一样 你知道什么样客人出现在教会吗? 复活节、感恩节 或者是圣诞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希望你是一个美好的基督徒 在许多传统式的印度的教会里 他们这样做 他们是传统的基督徒 他们从客人式的出现在教会 复活节、圣诞节 其他的时间呢? 永远不会发觉他们在教会 怎么样发生? 爱 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当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当你失去了爱主的心 那个身体上的症状怎么样呢? 你与主的关系越来越少 没有像以前这样正常的有规则的与主在一起 我的弟兄弟和弟兄弟 让我停止了几个小时 让我们在这个安静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事情 如何是你的爱给神? 在爱中有什么事情? 如果你的心是慢慢的冷的? 如果你的心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还是你的心一样的火热? 正如你第一天 那个时候信主得救的时候一样 如果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今天让我们来回来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告诉祂 祝福你 请祢圣人 我要来到你面前 恢复起初的爱心 让我告诉你另外一个逆诀 当我们建立某一个时间祷告 或者是我们的晚间的聚会 到八点到九点半 不管我们所预定的时间是怎么样 正确那个时间完全准确 让我告诉你圣经所说的 让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三章 在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以前 让我们来看看《约伯》第三章 《约伯》第七章 《约伯》第七章 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 人算什么 已经看他伟大 将他放在心上 每早检查他 时刻试验他 请看第十八节 神来检查他 每一天早晨 你是不是有看见这个圣经呢 有吧 有没有 让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三章 每一天早晨 神来看亚当 神在特殊的时间 特殊的地点跟他见面 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 天起了凉风 你看这两节的经文 在那个特殊的地方时间 神跟亚当每一天见面 所以在那天亚当犯了罪 神还是保持那个月定的时间来见 神来 他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亚当 神应该亚当见面每一天那个地方 五点钟在那个地方 他们在这个地方每一天见面 他们在这个地方每一天见面 是钟那个闹钟 并不是他睡过头了 他已经醒来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 他不在这里 他在不同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听到神在园中的脚步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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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呼叫他的时候 那个时刻他回应 所以他不在睡觉 他已经醒到 他正不对的地方 当你与主建立那个特定的时间 神来遇见你 所以神来我们特定聚会的时间 在那个完全准确的时间 神临到 祈福所有的教会的聚会 我们从来不准时 我们让耶稣等 这是非常不民意的事情 来对待这个万王之王 当我们举行那个大型的聚会 在新加坡印尼 我总是告诉那个大会的主办人 不管人有没有来 在所定的时间 准确的时候我们开始 因为耶稣基督在那里 我们不能让他等 我们要等他 不是他等我们 我许多的聚会里面我去过 聚会十点钟 他们知道他们会唱歌多久 在这个五分前 他们进入的敬拜仗里 在这个他们来讲 因为他们他们来讲 他们很骄傲地带着这个聚会 但是那一些特别的基督徒 那些人会来到牧师讲 Amen的前一分钟 这是第一次的基督徒 他们不需要听神的话 他们不需要敬拜神 我许多的基督徒 你认为神的心 你认为神的心 神的心 都不需要敬拜神 我认为神的心 从耶稣都不需要敬拜神 我们在神的爱之后 we despise the grace of God 我们亲世的神 祂的恩典 Oh God I'm just in strong I got a partner 这样 Oh 我这个 车里很多勇气的 You know that's going to be 车里面 你知道我有会 车里就 start earlier 所以你就快 and come to this one time 来教会 车里面 神为祂的主书 那些人认为神的 为什么我们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 love is the key 我们没有人的主 爱就是 与主关系的主要关键 so when we appoint a time with God 所以当我们定时间 与主在Etransferment 祂来遇见我们 How do we know that love is the key 怎么样知道 爱是关键 Now turn your Bible with me to John chapter 21 让我们打开 约翰福音21章 In John chapter 21 We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passage here 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 有很有兴趣的经文 Jesus Christ has been crucified 耶稣基督被引受苦受难 And He has disappeared 他已经 在那个地方 在他复活以后 Many people didn't see him 很多人没有看见他 And all the twelve disciples Don't know what to do Is that a good使徒 不知道怎么样做 So Peter is the leader 所以彼得是带领人 So they all ask him What shall we do Peter 彼得我们要做什么 And Peter said I don't know about you Oh 我都不知道啊 你呢 I'm going back to my business Oh 我要回到我的生意场 So they all follow the leader Oh 他们就跟随这个领袖 Peter got back to his iconic ship Oh 他就回到他的潜民船上 And he went to fishing again Oh 他就去钓鱼了 See I told you yesterday Oh 我都能告诉你 Peter was a big tycoon Warning many ships in Hong Kong Oh 他这个这个大船 在这个大船在香港 And so he went back to his shipping business So he was throwing the net to fish Oh 他就鱼网放下来 And all night he worked Oh 整个晚上捕鱼 You caught nothing You caught nothing Sentantly Tour人呢 He heard the voice He heard the voice He heard the sound My son 孩子 Brow the net on the right side 把你的鱼网撒到右边 So he went to And he went to And he went to And he found a lot of fishes Oh 他就发了海 Oh 他有 fishes from China No one day就去 Hong Kong Haha So he went to And he went to And he was pulling Oh 急着 And he was pulling And he was pulling And he was pulling Tour人直接想到 You didn't do nothing This reminds me of something 这个提醒我 他的回忆 同样的事情在三年前发生过 他整个晚上打鱼 他没有不知道什么 一个人说 把鱼王撒到右边 他的鱼王满满的鱼 耶稣就在前面 一个人掉到那个湖里 约翰也是用这样来看 耶稣就跑前面去 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想 亲的幸福 这个十二个后退的事情 耶稣就告诉他们 要去五四传福音 他们回到他们的生意长手机 是不是他们后退的 他们是后退的 但当他们回来 他们看着有炭 耶稣基督在门靠鱼 这个烧鱼是圣鱼的 耶稣最喜欢这个鱼的 哦 这个鱼 一些面包在那边 耶稣基督看这个手机 孩子来吃吧 就像母亲 他的心就像 他从来没有责备他们 你这个糟糕又败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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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满罪恶的时代 I told you to go and preach the gospel What are you going doing fishing 告诉你去传福音 为什么你去补义 Did he do all that? He never said a single word 从来没说过这样的一句 他说 他 他一定很饿了 他应该吃饭 所以为什么他们都吃饭 当他们吃饭 耶稣来到比达 比达我们早一早吧 as they were walking 他们早 比达 比达 头地地不敢看电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两件事情来到他的 第一 he betraying Jesus 第一 他 否认耶稣 第二 he exylided 他后退 so he cannot look at Jesus's face 他不敢看电书了 他说 他说 头地地地讲 耶稣把手放在他的这个前面 and he was looking at Peter 他说 他看你的的 but Peter 他只是看电书 你的就逼着他 that was long-standing sitting there 这个天就可以长长的时间 and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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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He really loves me 你爱我吗 Peter He can never look at你 他不敢抬着我 Jesus He know I love you 他说 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they walked 与主 没有对话 but sometimes 过了一个 Jesus against 耶稣又问他 Peter Peter Do you love me 你爱我吗 gehen he was in bed and oh 他一直投地地 都不敢看电 but you know I love you 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they walked in 他们对主 but sometimes 过了一个 Jesus as again 耶稣说 我的孩子,Peter,do you love me? 你真的爱我吗? Jesus,you know I love you. 你为什么问我三遍呢? 你记得我告诉你吗? 你如果耶稣问你三次啊,一定有问题了。 让我跟你再分享一个秘诀,如果你研读这个福音书很仔细的,为什么事情让彼得来否认耶稣? 你会发现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彼得要否认主? 什么事情让他来否认呢? 当耶稣基督要在那个审讯的时候, 约翰就站在那个门口那个地方,耶稣说什么呢?很近的地方。 所以他很仔细地看着天整个的程序过程是怎么样? 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 他的外面,outside in the courtyard, 在外面的外面。 他在问了他自己。 他没有跟耶稣在一起。 他没有跟耶稣在一起。 没有跟耶稣在这个关系的在一起。 他在外面,他没有看耶稣基督。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 这个结果呢? 他跟耶稣基督那个时刻,他没有关系。 因为没有关系。 他否认耶稣。 永远不会找到约翰否认耶稣。 事实上,在十二个使徒中间只有约翰站在耶稣的旁边。 爱是关键与主的关系。 他是唯一的写这种爱的书信最有利的。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在三十九节到四十五节。 你会看见耶稣跟彼得。 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告诉彼得三次。 他不是教导彼得功课要他否认他三次。 许多人解释这样。 耶稣基督问他这样三次。 是因为彼得否认过他三次。 但是一天耶稣基督处在我的面前解释这一段的经文。 他给我完全不相同的解释经文。 他问彼得三次并不是定他的罪。 三次他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 耶稣基督告诉我。 他要来向彼得强调。 爱是主要的关键在你我之间。 因为没有爱在你我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否认我。 为着你我重新建立那个关系,你需要爱。 只有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没有任何的事情跟我们比爱。 神连接你。 神把良好的给你。 因为神把你我之间爱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强调向彼得说的。 没有爱我们就没有关系。 没有爱你就没有意义的行动。 耶稣基督说。 没有更大的爱比弟兄为他的生命所摆上的。 为什么事情能够使我为我弟兄放下这个生命? 因为我爱他。 因为我爱他。 如果我不爱他。 如果我不爱他。 我根本就不会关心到他的那个头发。 因为神的爱是耶稣基督强调向彼得说的。 因为基督强调向彼得说的。 因为这个爱他。 爱我们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要不要与主重新呢? 你要与主更亲近吗? 爱是主要的关键。 如果你不爱神。 你不会祷告。 如果没有爱在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宗教的练习。 你没有做是因着关系的。 你这样做是你应该做因为你是基督徒。 你应该做什么? 基督徒你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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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的读生。 礼拜天到教会。 礼拜天到教会。 礼拜五就参加其他的聚会。 在一个月末了,你就把十分之一带来神的参加。 这就是宗教式的基督徒所操练。 每一个这样的机械式的都可以做。 在电脑里面都可以做出这个节目。 你在节目的那个时刻里面,在电脑。 电脑可以唱出基督徒的时刻。 甚至电脑能够说出圣经的经文。 所以神不需要你。 因为电脑也可以说赞美神。 他也唱出像你我唱出的。 在大部分的教会。 教会的礼拜天好像是葬礼式的。 请你赦免我很值得说出来。 这样的仪式好像正如是葬礼式的。 他不完全相信每一句他所说的。 职业师的就是这样的传讲。 在大家的世界上。 在唱一首诗歌。 在他们就坐下。 在他们就坐下。 在唱一首诗歌。 在坐下。 在唱一首诗歌。 站起来。 站起来。 是不是? 神不需要这样的机械。 如果你成为这样的。 他不需要你。 他不需要。 所有的天神会比你做得更好。 他们会做更好。 但是你是不同的。 天神不能爱神像我们爱祂一样。 爱是关系。 如果你没有爱。 你不能与主建立关系。 每一件事情就能继续是这种的。 看《Song of Solomon》2.4 让我们来看《雅各》2章4节。 《Song of Solomon》2.4 他带领我进入宴席。 所以爱围棋在我里上。 他带我入宴席。 所有神为我们所做的是爱。 在第三章第一节。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 寻找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却寻不住。 寻找我心所爱的。 如果你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自动地会来寻找他。 没有人告诉你你要每一天祷告。 你会自动地很爱地来寻找他。 为什么这些困难是我们祷告呢? 很简单的理由。 May you love I. May you I. No love. Why is it so difficult for us to get up in the morning to pray? 为什么这样困难是我们早晨早起来祷告呢? May you I. No love. 对不对? Wade. so that is the key. 那就是关键。 如果你爱神, 你早晨会起来。 你早晨会起来。 没有人需要告诉你。 But when I wanted to know God deeper, 让我要更深地来认识主。 Nobody told me to get up at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没有人告诉我早晨清晨两点钟起来。 In fact, my pastor hardly prayed. 事实上我的牧师很少祷告。 My pastor never prayed. 他从不祷告。 所以我不能跟他学习有什么好的。 他认识太多神学的知识了。 因此我的心, 我每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今天我睡长了。 它变成了三个小时。 只有一个额外的认识。 But two hours a day I sleep. 通常睡两个小时。 从2 o'clock up to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I will pray. 从2点清晨到5点, 我祷告。 Then after that, I will go to school to teach. 然后我会到学校去教书。 Then in the evening, I will bring gift tuition. 然后在晚间, 我还有事奉。 Or I will go and conduct some prayer meeting. 我会带点一些的祷告会。 I will come back home at 11 o'clock in the night. 晚间十一点再回来到家里。 一点的小晚餐。 Then sleep at 12 o'clock. 12点钟睡觉。 2点钟起来。 What made me do all that? 为什么是我这样做? 神并不付给我钱这样做。 I was not getting any offering. 我没有得到任何的贡献。 Love. I want you to know you, Lord. 我要更多的认识。 Love compares。 Oh, I,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look for him whom my soul loves. 我寻找我所心爱的。 When you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当你全心全意地爱我们的主, You will automatically medicate the word of God. 你自动地会就目向神。 Nobody needs to tell you to study the word. 没有人需要告诉你要研究神的话。 Look at John chapter 14. 我们看约安福音十四章 And verse 23. 在二十三节 If any man love me, he will keep my words.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The Lord Jesus Christ is equating love to medicating the word of God. 神在讲到就是这个爱里面的装备, 让我们有神的话里面的装备, 在印证爱。 Medit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is corresponding to love. 这个梦想神的话呢, 就是一个爱里面的含寿。 Whatever God wants to talk to you, 任何神要告诉你的。 Whatever God wants to reveal himself to you, 不管什么神要向你启示的。 It's all written in the Bible. 所有已经记载在圣经里。 So another one beautiful shortcut to know God is the Bible. 另外一个派节里面认识神就是神的话。 If you meditate the word, 如果你梦想神的话, You are meditating Jesus, 你就梦想求耶稣。 If you want to know God, 如果你想要认识神, When you know the word, you will know God. 认识圣经, 你就是认识神。 So what would make you meditate God's word? 为什么, 什么带领你来梦想神的话呢? Because of love, 听着爱。 If you love me, 如果你爱我, If you love me, 人若爱我, If you love me, 如果你爱我, 你必须遵守我的道。 You will optimistically do that. 你会自动地这样去做。 你的牧师不需要告诉你每一天读神的话。 没有人需要。 You will do that because you love God. 你会这样做因为你爱神。 Because you want to know what God is speaking to you. 因为你要知道神向你说什么。 You want to know what is God's will for you. 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对你是什么。 我亲爱的弟兄兄弟们。 如果我们爱神, 我们会默想遵守神的道。 因为当我们喜爱, 遵守默想神的道, 祂会给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教导。 如果我们爱一个人, 我们会做一些事情, 讨祂的喜欢。 我们不会做任何事情来伤害那个人。 是不是? 同样的, 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告诉我们说, When we love God, we will obey His words. 我们爱神, 我们就会遵守祂的道。 If you really love the Lord your God,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神, You will do what He tells you to do. 你会做祂要你所做的事情。 You will never want to do things contradictory to what the Lord tells you to do. 你不会做任何的事情, 比神的话有矛盾的。 你有没有事情提出到爱神呢? 还是你保持我们的新鲜性? Love is a relationship. 爱是宇宙的关系。 祝福是宇宙的关系。 我们很快地再看两处的经文。 路加福音3章 21节,22节 如果你仔细地研读这个经文 21节说 从百姓都受了喜,耶稣也受了喜。 在祷告的时候,便就开了。 他受洗之后,第一件事情他所做的就是祷告。 当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祂的身上。 神向祂说, 听神说什么? 你是我的爱子。 我非常地喜悦你。 你看着神所说的话。 你是我的爱子。 我非常地喜悦你。 儿子是什么? 是关系父子的关系。 什么是关系使得那个关系安全呢? 什么能够保持这个关系呢? 耶稣基隆做了什么? 祷告。 祷告。 看着路加品第9章。 路加品第9章。 29节。 耶稣基隆在山上。 当他祷告的时候 当他祷告的时候 在三十五节 声音在云彩中出现 这是我的爱子 同样的你看这里 关系是父子的关系 怎样能给这个关系里呢 是祷告 祷告就是关系 祷告不是宗教性的操练 祷告是父子 父与女儿的关系 如果你真的全心全意 爱你的主 爱你的神 你会全心的来寻找他 你会在他的宝座面前 让我们再看两处的经文 quickly turn the Bible to Psalms chapter 26 在诗篇三十六篇 Psalms chapter 26 三十六篇 and we will read verse 8 在第八节 诗篇二十六篇 第八节 电荷花呀 我喜爱你所住的店 和你显荣耀的居所 在看这一篇的经文 I have loved your habitation 我喜爱你所住的店 So King David is expressing his love to dwell in the house of God 大卫王他的心里面 讲到他喜爱住在神的店 Now quickly turn to chapter 84 让我们再快速地打开八十四章 And let us look at verses 1 to 4 让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 Again here you will find 在这里同样我们的发现 万君之耶和华呀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 我的心肠 我的肉体 向永生神故意 万君之耶和华 我的王 我的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会自己找着房屋 燕子会自己找着抱土猪窝 如此你住 如此住在你店中的 便为有福 他们仍要赞美你 在第二节请看 我的心肠可想神 我的肉体可慕神 我的肉体像永生的神 在三件事这里讲到 of the soul 灵魂 诗篇103年这样的说,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称颂神,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His Holy Name, 我的心也要称颂祂,要赞美祂, What is all that is within you? 那我们所有里面的, The soul, the heart, the flesh, 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肉体, With our entire being, You love the Lord, 我们全人来爱祂, Song of Solomon's chapter 3, 在雅各三章, Verses 1 to 4, 一节到三节, Again and again, We will come to that same scripture, 同样的,你会看见这样的经文, Because the song of Solomon's is the book that preaches the love between the bridegroom and the bride, 因为雅各是描述 良人与幸福那种爱的关系, I sought him who my soul loves, 我渴望心灵可想他, I found him who my soul was longing for, 我找到那我心灵的一些可想的, When I found him, I cling on to him, 当我找到他, 我是拥抱他, I get another transition, Simera, If you really love and long for the presence of God, 如果你真的是希望和睦, 爱慕了彼主那里, What should you do then? 你要做什么? Look at Psalms chapter 27, 让我们看看诗篇27, And the verse 4, 第四节, 有一件是我所可想的, 我要一件要寻找的, That I may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God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永生神的殿中, Don't just long for, 而不是只是这样渴望的, Don't just desire, 不是这样希望的, We must seek, 我们要寻找, It is through a pray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透过我们祷告与主的关系, Look at Psalms 65, And the verse 4, 让我们看看诗篇65, 第四节, There the scripture says, Very beautifully like this, 在圣经的经文非常地幽美, 这样的说法, 当你爱神, When you build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你建立与他的关系, God will draw you to himself, 待神会带领你自己与他在一起, Blessed is a man whom God chooses to stand before him, Oh, 那是神所祝福的神的灵, 带领他与他在一起, Look at the scripture, 我们看看这个经文, Sans 65 verse 4, 在诗篇65, 第四节, Blessed is a man whom God chooses to dwell with him, 那是神所祝福的神所监选的人, 带领他与他在一起, Why are you blessed? 为什么你这个, Why does God choose you? 为什么神监选你, Because you have chosen,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And God and God in his presence, 因为神说爱你, 谦选你在他的爱处, 比他基督在一起, Because you chose, 因为他谦选, Because of your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God, 因为那个关系, 你与神之间的关系, God will draw you to stand beside you, 神会吸引你带你到他的面前, Whenever you are praying then, 如果你这样的祷告, 他会带你到天上, 你会站在他的面前, 你会看见他荣耀地面对你, 这就是我多次的经验, 当我许多次祷告, I will suddenly find myself before God in heaven, 突然会看见我的天上与主在一起,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神所祝福的人, 神会坚选他在他的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The only key to a relationship to maintain a pray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love, 唯一与主保持的密切, 甜美的关系的密切是爱, 先打开约翰福音15章, 第九节, As my father has loved me, 不如指的爱我, so have I loved you, 我也如指的爱你, Continue in my love, 继续在我的爱中, The only key to maintain a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you, 唯一的保持那个你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is love, 那就是爱, Amen, Love is the key, 爱就是关键, 如果你要更深地认识神, 而你要知道神的心思, 你要向以诺与神同行, 你要向摩西神人跟摩西跟神讲话, 你要基督在神的殿中像大卫王, 什么是关键, 爱是唯一的关键,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We love the Lord of our God with all our heart, 当我们全心全意全自爱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的时候, 全心地来寻找祂, 圣经说, You shall surely find you, You shall surely find you, You shall surely find you, Amen, Amen, 封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